蝙魚啊 過年怎麼又出現了 因為我今天要去拜拜啊 拜拜 拜什麼 你知道初五要拜拜嗎 初五要拜拜 對啊 是要拜什麼東西 你還不知道 那跟我走吧 我們一起去問命令老師 走走走 開工的日子呢 首先就是要看這一個 農民例上面有開市兩個字 才是有開工的日子 那再來就是要不要去衝客到負責人 所以2021年第一個開工的日子 就是2月12號星期五 那這一天是大年初一 然後衝到暑雞的生肖 所以暑雞的老闆不要在這一天開工 那時間上有5點到7點 那另外一個時間就是11點到13點 那第二個開工的日子是 2月15號星期一 這一天是大年初四 那鼠老鼠的話是被衝客的 那時間上是5點到7點 第二個時間是9點到11點 第三個時間是11點到13點 那第三個開工日子是 2月24號星期三 這一天是正月13 那衝到暑雞的 那暑雞的老闆就不要在這一天開市 那開工 那5點到7點是第一個時程 第二個時程是7點到9點 第三個時程是11點到13點 那第四個開工的日子是 2月27號星期六 那這一天是正月16 那衝到暑雞的 那開工的時間是5點到7點 第二個時間是9點到11點 第三個時間是11點到13點 那第五個開工的時間是 3月2號星期二 這一天是正月19 那衝到暑雞的 那開工的時間是 早上9到11 那另外時間是11點到13點 那這個是以上 這一個今年開工最好的時間 那今年因為正月初期 才這個上班 所以上班我們就是照平常的時間上班之後 那可以等到這個好的時間 再來做所謂的開工拜拜 求得好的好彩頭 那讓新的一年能夠更好 那剛才講的是一般行業的開工開市的時間 那如果是八大行業或者是特殊行業 才會在下午跟晚上 來做所謂的開工的時間 那剛才講的都是一般的這個行業所用的時間 所以一般都是在下午1點之前 這個早上的時候來開工 教各位觀眾一些撇步 第一個就是我們的貢品 我們可以用五個發粿 代表五路財神 那甚至在這個發粿的底下 放紅包 都是用八百 八百 八百 這樣子 代表大發理事 那第二個撇步就是 那個鳳梨要帶葉子的 然後上面綁著一個紅紙 或者是紅帶子 然後代表旺旺來 那另外還有一個撇步就是 就是用什麼 香蕉 梨子 梨子 鳳梨 柑橘 就叫做酒梨來紅茄 因為什麼 香蕉就是酒 梨子就是利 梨子就是來 鳳梨就是旺 那柑橘就是茄 酒梨來紅茄 這個把這些水果湊起來的話 更是吉祥大發力士 那另外呢 在我們拜拜的時候怎麼講呢 比如說這個要稍微講出聲音來 在拜拜的時候 比如說我是負責人 那弟子或者是姓女某某某 手持清香 誠心拜請五路財神 跟本敬福德正神 來到那今天什麼年什麼月什麼日什麼時 那為某某公司開示即日呢 這個弟子誰誰誰 跟公司的全體員工 那誠心準備了這個禁國 那這跟這些金銀財寶 那敬請五路財神 跟這個福德正神 能夠見納 那祈求弟子呢 今年失業興隆 財源廣進 大發力士 宏徒大展 大發力士 貴人輔助 那百事亨通萬事如意 那人員公司的進出 都能夠健康平安 四方五路 招進財寶來 大概就是用這個意思 去跟這個財神爺 去跟土地公 來求今年公司的這個能夠開工 能夠有個好的開始 那如果我是今天 我是一個員工 那我當然是希望說 能夠在公司穩定 那祈求的是在公司能夠穩定 然後進出能夠平安 然後甚至能夠升官發財 就是把你的心願講出來 讓這個財神爺 讓福德政審能夠幫忙你 在新的一年能夠這個平平順順 穩穩當當的一路高升 祈求呢 就是大家在新的一年好運往來 那其實以前這個 像我都是寫一些新聞稿給媒體 那在八年前我自己去印證 去求的這個 自己的新年的第一個願望 哇 那個真的是感應很大 效果很好 所以在此呢 介紹給各位的觀眾 能夠有新的一年的一個 求好運的方式 而且是很靈驗的方式 那祝大家在新的一年 新年快樂 扭轉乾坤 好運往往來 祝大家新年快樂 財源廣進 那以上就是開工求財的方式 最後別忘了要訂閱我們喔 拜拜 我要去休假了 按讚分享喔 如果您覺得還是太麻煩 趕快看這裡 旁邊圓形的中天社會logo 就是頻道傳送門 別懷疑 趕快點進去 首頁就能看到 五二小組系列影片 有會客室 老Z調查線 捐箱聊蝦蜜 別陰陽 中不中心 百島出任務 南部中心BOSS工作室 豐富內容 千萬別錯過囉 搜尋中天社會頻道 歡迎您一起來加一